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再聊一下 东南亚的铁路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铁路的故事还是比较多的 你像中国中老铁路的通车 带来了我们现在榴莲的价格爆点 这个已经有很多报道了 这个榴莲的价格差不多摇斩 对于喜欢榴莲的吃货来讲 当然是非常高兴 因为榴莲大家都知道 要喜欢的越吃越上瘾 特别喜欢 要不喜欢的气味都受不了 这是一个比较分裂的水果 而且榴莲现在国内基本上是要靠进口的 而且在中国进口水果里占有了大众 也就是榴莲怎么来 你现在因为有了铁路以后 铁路运输它毕竟比空运便宜的多 比水运快的多 然后运量也有保障 它比公路成本也低 时间有保障 对吧 所以泰国的榴莲卖到中国来 所以对于中国这边 很多看的是榴莲 其实榴莲的背后 它的这个路权 它对东南亚的影响 其实远比你想的深远 而且这个铁路可以知道 就是我们是冲过老窝这边走 到有一冲路路上 铁路去接近泰国 以前去泰国是干嘛 要不你走水路 要不你走空路 现在你可以陆入 而且这个老窝经济不发达 受到控制内陆国 但是老窝的话 你可以从老窝的通道连接了泰国 对吧 原来泰国跟中国不接壤 而且对越南其实影响很大 原来越南的话 法属殖民地 而且在云南留下的影响是什么 对云南铁路都是什么 宅规铁路 法国人标准 而且还一个当时的说法 不通国内通国外 就是所有这些铁路呢 都是连着越南 然后窄轨 对吧 而且你要知道 到老窝这条铁路啊 越南比较难受益 你看嘛 越南和老窝这么挨着 挨着好像挺近啊 那只是你什么 你看地图 你我再细看看地图 实际上是什么呢 老窝和越南这一边 正好是隔着山的 山这边是越南 山那边是老窝 他要翻山的 翻山越岭的 别看他地图上看得很近啊 所以这个铁路呢 是从过老窝这方向走 我们也从越南这方向走 对于中国 对于越南 对于泰国 都是巨大的影响 而且这个绕开了什么呢 缅甸的比较复杂的地儿 你看缅甸那个地儿呢 以前 金三角贩毒 后来呢 不是这个事儿 一说割妖子啦 一说赌博啦 一说这个各种的事儿啊 都比较多 而这个事儿呢 这个铁路真正修通了 真正对泰国的影响 现在国内说的比较少的 这路权塑造是什么 中国也可以搞平衡了 对越南 上是个制约 前面我们做了这个节目啊 就说起呢 那个越南的进出口 大幅度的下降 还有一个呢 除了英美 整体的经济不好 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另外一个替代的地方起来了 这个替代地方可能大家没想到的呢 就是泰国 以前很多人觉得愿意去印度 觉得印度呢 不但有便宜的劳动力 而且印度呢 有广阔的大市场 都是那么想的啊 结果被印度这个事儿呢 比较打脸 泰国对于中国人的好处是什么 他对华人呢 一直比较友好 对吧 其实越南都是非常反华的 为什么自卫反击战 其中还有一点 就是越南的那个反华行为 而且在历史上 越南也是反华的 跟中国有一些冲突 那个对吧 那个清越战争 还有一些故事呢 但是泰国对中国友好得多 而且这个事儿你要知道的话 最近泰国劳工可贵了 中国的话呢 因为有怕割腰子什么的事不去嘛 你到泰国的用工 可能的话呢 已经比中国国内要贵得多啊 有的地方到两倍了 而且泰国的农民工装修的 一个月能挣两万的 收入是很高很高的 为什么呢 大量的中国老板在那设厂 为什么在老板那设厂呢 其实外国人啊 对于这个美国制裁中国了以后啊 就有了故事 美国制裁中国的时候 外国就是给中国很多厂商提啊 你要想接国外的大单 你呢 在中国之外要有基地 他就害怕什么 一旦呢 美国封锁中国的时候 你看你的单执行不了了 所以你之外才有基地呢 我才能把这单给你 否则的话呢 你执行不了了 我没替代也不行啊 那我这单物啊 你在外头没基地 所以这个外头这基地建在哪儿 对吧 原来呢 你看吧 那个都不是好选择 你看印度对华就很敌视 而且各种的商业环境 其实越南呢 对华也很敌视 也好多故事 对吧 实际上现在呢 其实很多中国的那个老板的选择 就是在泰国 我在泰国我也有生产基地 在中国也有生产基地 那么呢 我就能拿到那大单 哪怕泰国的生产基地 小一点以后呢 是否能多生产再说了 实际上这事啊 就变成了是什么呢 跟西方博弈的时候呢 中国在东南亚也有了一些选择 因为以前的话 好多投资的话 你到越南的投资很容易啊 你从那个海南岛啊 广西啊 那个云南呢 到他陆路也很相对发达啊 你同时还有海运 你到泰国就绕很远 你要走湄公河的时候 一直知道这个湄公河惨案 前面也知道这有好多安全因素等等 而且呢 从云南那等等 不如呢 你从广东 现在的话是什么 这铁路通了以后 整个东南亚的格局是在开 知道吧 因为这个铁路 它从老挝到泰国 从泰国呢 还可以下柬埔寨 还可以到马来西亚 以后呢 可以修到新加坡的啊 这样的一个格局下呢 就等于重塑了一个大陆的路权 就是说你这个海权是一方面 其实陆权也很重要 陆权陆路 这陆路的通道 你如果这通道做好了 其实对老挝的经济发展非常有意义 因为它从一个内陆国 它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战略通道 那么战略通道呢 你像原来四绸之路发达的时候 在中亚的那些通道国家 那都是挣大钱的 是这么个情况啊 把这个看清楚 实际上这个榴莲只是你看到的一个小小的现象 它现在很深刻的格局已经在发生 就是对于这个泰国和越南的竞争关系 以后的话呢 就不是说越南怎么怎么着 然后泰国要发达了以后 其实对缅甸的压力是很大的 其实缅甸泰国历史上故事也很多 这个路通了以后呢 对于中国的印度洋战略又是不一样的 所以整体的地缘格局在这改变 当然这个改变呢 带给我们每个人最先看到的呢 就是吃榴莲便宜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再见